哈喽大家好 我是柚子社 我一向对密室类电影情有独钟 那么今天就要给大家解说 2018年秋世界奇妙物语中的一个密室故事 篇名叫做《无法逃脱》 故事开头 男主在一场宿醉之后 发现自己身处一间 破外不堪的密室之中 大门被三把防盗锁从屋外反锁 锁下有一个类似于密码盘的装置 墙上有一个破旧的温度表 显示此刻的室温是35摄氏度 男主第一反应便是掏兜报警求救 可手机钱包早已不知去向 只是手中多了一个做工精良的限量版打火机 正在这时 他发现了似乎能与外界沟通的四台显示器 走近一看 桌上居然堆满了自己手机中的脂肪罩 当事实 显示器突然亮起 旨在表明还有另外三人也被关进其他密室 屏幕上时不时弹出了观众的留言 下方时是更新者观看直播的人数 原来 他们不约而同地卷入了一场密室逃脱的直播竞赛之中 但是 房间阴森恐怖的气息 又暗示着发起人的图谋不轨 等一下 这里有个细节 就是屏幕最上方的短发女 在屏幕亮起时 没有如同其他三人那样上前查看 只是偶尔身无可恋地顾面一下 这时 房间的温度表上显示40摄氏度 男主舰隔壁房间的白衣男开始尬舞 便恍然大悟 因为他意识到 可以求助直播间的观众来寻找答案 见男主有所需求 直播间里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男主开始推理密码 首先向观众询问了 YouTube直播的思维书房间号 尝试了一番 大门却纹丝不动 这时有观众提出 桌上的照片不会无缘无故地放置在此处 男主端详了一番 依旧一头雾水 此刻又有观众提出 用打火机点燃照片 当男主拿出打火机时 在场不乏有土豪网友一眼便看出那款打火机是限量商品 全球同款仅有40个 并有一项高价购买 心急如焚的男主 当然对此置若罔闻 他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照片 果不其然 在照片的夹层中 掉出了一块铁片 上面有数字的一角 男主照猫画虎地 找到了所有的铁片 拼起来正好是1020 而且也顺利地用词密码打开了一把锁 因为刚才在不经意间亮出了女友的照片 便有网友要求看女友的私房照 男主有求于人 只好照做 可还没到一分钟 女友姓盛名谁 家住何方等隐私信息 立马被人肉出来公知于众 这里也讽刺了 在信息爆炸时代下 隐私难以被保护的弊端 被恶意加热的房间越来越闷热 温度表的指针 已经逼近了50摄氏度 毫无头绪的男主 忠于歇斯底里 他踩着椅子 生丝力竭地向外求救 不料一脚踏空 摔倒在地 顿时失去了意识 当大汗淋漓的他 醒来之时 发现温度表显示屋内 已经迫近55摄氏度 而他转身一看 其他房间的被囚禁者 也是坐立不安 其中最为乍眼的 便是屏幕最上方的短发女 他看起来已经被热晕 等一下 短发女肩上有烫伤的痕迹 但是并不是新鲜伤 看起来是陈旧伤 可焦躁不安的男主 已经顾不上思考 再次敲门 希望能够终止这场 完命的密室逃脱竞赛 他终于意识到 这并不是竞赛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柯南附身的观众 又给出了提示 刚才点燃照片 产生了烟雾 可房间的自动灭火装置 却没有启动 说明装置被阻塞 他迅速地打开灭火喷头 果然调出了一些 用金属铸造的英文字母 他尝试拼出一个单词 其中的意思却一头雾水 网友提示称 这表示的是日本建武元年 也就是西元1334年 他迅速地输入了这串数字 幸运的是 由此成功地打开了第二把锁 来不及欣喜的男主 发现屋内愈发的闷热 此时温度表已经显示 屋内温度高达70摄氏度 幼子树编剧有没有点常识啊 70度不都考熟了吗 只有 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实房间的确闷热 但温度还不会如此夸张 这个温度表应该是那个母猴黑手 用来制造恐慌的道具 此刻 另一间密室的长发姐的黑料被爆出 原来长发姐是一名建筑师 她曾经伪造建筑防火验收材料 并且蒙混过关 结果导致那栋大楼在火灾之时 灭火装置形同虚设 那样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而另一个密室的白衣男身上也有黑历史 白衣男是个哗众取宠的网络主播 她在火灾当日幸灾乐祸地录制火灾现场的视频 来博取众人的关注 紧接着轮到了男主 男主曾经在火灾当天路过那栋起火的桶子楼 并且发推特作为纪念 原来三人都或多或少地与那场火灾有关联 有了这个事发背景 网友开始分析刚才大门密码的含义 1020是火灾当天的日期 10月20日 1334的日语发音近似于一左十适 而男主也终于回忆起 那一天他看到了屋内女主人向他求救 当时他选择了袖手旁观 而那场火灾导致了一个家庭的破裂 一家三口仅有妻子幸存 而妻子还由此严重烧伤 正在这时 那个一开始便有些形迹可疑的女人 突然出现在屏幕上 她便是那场火灾幸存下来的妻子 男主终于意识到 这不是比赛 而是复仇 尽管男主辩解称 当时不知道火势凶猛 不知道复仇女一家危在旦夕 以为有其他人会出手相救 但是复仇女显然难消心头之恨 她让那台显示器发生了短路 建起了火花 此刻屋内温度越升越高 温度表直针指向90摄氏度 强烈的求生欲 让男主不断尝试网友提供的密码 可都无法打开最后一道锁 最后 很可能是复仇女发出了提示 清醒点 垃圾男 密码是你本应按下的数字 男主恍然大悟 怀着无限的愧疚 在密码盘上按下了119 密码大门终于开启 男主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 本来想寻求一丝安慰的他 却听见女友愤愤不平地称 男主是杀人凶手 原来复仇女早已留了后手 他在那场密室直播后 见了一个网站 找到了一个与男主身材相似的男人 在案发现场的筒子楼下 表演点火 用的正是男主关在密室直播时 那款限量版的打火机 此时 所有的网民都误会男主是杀人凶手 被千夫所指的男主 白口莫辩 女友也愤然离去 此时 男主还来不及愤懑 电脑上就突然显示出自己的容貌 别以为你能平安无事 这几个字顿时刷满了屏幕 说明 复仇女的复仇计划 还在继续 故事便在这种恐怖氛围中 戛然而至 可以说 现实生活中 帮助他人在很多情况下 并不能获得什么回报 但是这并不是可以冷眼旁观的理由 因为善意和恶意 犹如击骨传花游戏 施以善行传递下去的便是鲜花 付诸恶行传递下去的便是炸弹 谁都没办法预料到 传递到自己的时候 骨声是否停下 能做的事 就是平时无愧于心 传递善意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B站 以及其他的平台 名字都叫夏业幼子树 各位老爷 抱抱 好 我们下期再见吧